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 又有两个人在中招了 我国的确诊病人现在已增加至14人 两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是大马的华裔女子 她是我国首宗本地确诊病患的妹妹 目前是40岁的 也是第一宗的本土感染个案 近期她是不曾到中国旅行的 她是被从新加坡回乡过年的哥哥所传染的 而另外一名病患者则是中国武汉的女游客 今年37岁 她和妈妈以及三名同伴在1月25日的时候抵达我国 并在吉隆坡多个旅游景点游玩 而这名女游客的母亲和三名同伴目前没有被感染 那么国内目前的是14宗的这个病例 10人是中国人 然后另外4名是本地人 是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今天各中文报的用词啊 已经从武汉肺炎改为新冠肺炎 智峰请问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过去呢一直都是武汉肺炎前 武汉肺炎后 因为疫情是从武汉爆发 之后呢一发不可收 是从封城到更多的病例以及死亡的案例 疫情非常的不简单 那么有趣的是 中文报用的是武汉肺炎 可能是太容易记忆以及太容易入脑的 不过呢英文报跟马来报的用词则是不同 他们是用coronavirus 或者是novel coronavirus 并没有使用武汉virus 那么昨天之前呢 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讨论跟质疑说 为何要使用武汉肺炎这个名词呢 因为病毒跟细菌呢是不分区域的 那么接下来呢 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将这一个疾病 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名字很长也很拗口 也难怪媒体会直接使用 大家能够容易记得武汉肺炎 简单明了 不过呢这个很长的名字呢 如今已经被缩短为新冠肺炎 跟武汉肺炎同样都是四个字 只是把武汉换成是新冠而已 是除此之外呢 同时间中国驻古境总理事馆蒋颖林氏 他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柔情的呼吁 说请不要叫他武汉肺炎好吗 他写到请不要用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来定义一种病毒 请不要用一场瘟疫或一场灾难来标签一座城市 他希望呢各方呢能用他本来的名字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的缩减叫新冠肺炎 以地方名字为病毒的取名呢 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1998年在淡马爆发 并夺走105条人命的日本脑炎 也是以地方命名的 所以如今我们不使用武汉肺炎 究竟是一个对的做法吗 那么日本脑炎是在1998年发生 他当时呢 病被初期的时候 被定名为是日本脑炎 就是J1 因为患者的症状和病毒 跟日本脑炎很相像 政府也多次把它称为日本脑炎 后来经过医药跟病毒专家 反复的研究之后 确认它是一种新的病毒 所以将它取名为利百病毒 Nippa Virus 而这个利百呢 取自当地重灾区的名字 而这个地区呢 是死亡人数最多的 Sungai Nippa 就是双西利百 当时这一个病毒肆虐 我国五个州属 有霹雳、雪兰 而圣美兰、马六甲 跟柔佛的养猪区呢 全部有256人受感染 然后105人死亡 死亡率呢 非常高 是41% 这是我国历史 养猪历史上最严重 以及最惨痛的一面 受殃及的这些养猪区 百万头猪肢 没有一只性命 全部被摧毁 这场浩劫呢 也彻底打垮 当时深美兰州 最大的两个养猪场 就是Bugge Blanto 还有Sungai Nippa的经济体系 养猪院呢 从此是一蹶不整 那么我们说回来 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 从武汉爆发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将它定调为 是新冠肺炎 那么中国的官方称呼 也是新冠病院 所以我们就名从主人 是 那最后呢 还想请志峰 从政府的应对能力的方面 你认为西蒙政府 目前为止处理的如何 那么政府有处理 这种传染疾病爆发的经验 比如说1999年的利百病毒 以及2003年的SARS 不过呢 这一次的情况比较特别 因为过去20个月当中呢 西蒙执政期间 面对许多的这些挑战 而这些挑战主要呢 是跟政治斗争有关 比如说种族啊 而真正考验政府治理能力 调动资源和协调不同部门运作 这一些都需要高度的灵活 还有伸缩性 不是传统的官僚的那一套 比如说目前进行中的这个撤侨行动 之前已经完成的撤侨行动 那么政府就需要跟中方进行协调 还有部门跟部门之间如何协同合作 比如说卫生部啊 交通部啊 旅游部财政部经济事务部 甚至原产业部等等 都需要很好的这个协调 而在这一个点上呢 副首相万阿吉萨 他所领导的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TMA 扮演着重要协调和统筹的角色了 是那最后呢 还请正锋啊 志锋就是简短的说明一下 他们其实面对什么挑战 简单来说 有两大挑战 第一呢 就是如何制止病毒在社区里面扩散 西马半岛的情况是我们北部有泰国 南部呢 有这个新加坡 我们夹在中间 那么泰国跟新加坡 个别的国家已经超过了20宗的这个确诊病例 也有人穿人和本土感染的这个事情 那么如何要处理好这个东西 比如说是否要禁止来自中国 或曾经到过中国的人入境大马 这些呢 是政府应该要思考的这个方案 第二呢 就是降低它所带来的经济层面影响 2020年是大马旅游年 也是马中文化旅游年 320万名中国游客人数恐怕很难达到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中国也是大马的重要贸易伙伴 中国如今多个城市封城 需求量减少 经济活动也直接下滑插水 那么经济学家就有开始预测说 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可能会放缓 中国是世界大第二经济体 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的话呢 那么可能会采取 可能会有那种骨牌效应 大马也将受影响 那么如今是否要认真的考虑 推出整形经济配套呢 相信财政部在考虑中 那么疫情呢 是一个危机 也是一个契机 如果西蒙处理的好的话呢 将能够凸显西蒙政府的能力 同时也能够强化民意的认同 挽回人民的信任 如果西蒙政府 他认真看待这种防疫工作的话呢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处理 如果有任何差错的话呢 将会影响到他的支持率了 所以简单来讲说 处理的好的话就加分 处理不好的话呢 就会扣很多分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会带你了解一个神秘的书包 里面呢 是装满了现钞 究竟这个书包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下一段我们为你揭晓 你好我是顺敏 欢迎你继续收听主编点新闻 我是志峰 那第二则新闻呢 我们就要带你来了解这个神秘的书包啦 是前首相夫人罗斯玛涉嫌受贿案 昨天开审了 爆出商人赛迪阿邦 两次提取合共 650万令吉的现钞之后呢 赛迪的前司机山苏 今天呢 仔细的供出 再送老板 送钱的这个过程喔 那司机呢 是罗斯玛案 控方的第四证人 他供称呢 曾两度再送赛迪提款 然后第二次呢 更是他由他把现钞送到了罗斯玛的住家 罗斯玛的案件成为焦点的原因呢 其实有两个 第一呢 就是罗斯玛他本人 因为他本身就是焦点所在 他之前非常高调 当他是前首 当他是首相夫人的时候 新闻呢 天天都见报 而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贪腐案本身 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第一次涉及前首相夫人的贪腐案 而且呢 这个案情涉及到乡区的学校 那么我们就不要低估民众的联想力 他们的联想力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联想在一起 比如说 怎么要去搞这些乡区的学校呢 因为这些乡区 根据这个控转呢 是要进行太阳能发展 太阳能的这个发电计划 那么这些都是为了学生的这个项目啊 如今这个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那么我就跟大家一样 没有掌握证据也不晓得说实际情况是如何 只能够跟着审讯的详情走 所以这里就不能够不方便评论太多 以免被视为藐视法庭 以及影响司法公正 是 那我们回到去审讯上面了 他说刚才的司机山苏 他接受控方检察官盘问的时候 就指出自己在赛迪阿邦的指示下 把两个装满现抄的书包 送到了罗斯玛的家 他说他去到银行 按照指示将那两个书包送进去 然后再把一卷卷一百令吉的现钞 放进书包 当时是在Maybank的分行的保险库 他没有算总共有多少钱 就只是把书包 就只把钱放进两个书包里面 他带着背包离开银行 最后才把它放去车尾箱里面 整个的过程是他自己描述的 很有画面感 很有画面 这样哪 这样哪 这样去 那么山苏说这起事件之后 赛迪的公司就是Jepard Holding 马上获得一项12亿令吉的合约 为萨拉越乡区学校提供太阳能发电 这个就是关键了 那么山苏的共振 也符合控方第三名证人 就是Maybank职员阿斯玛 昨天的这个供值 他说萨迪分别曾经在2016年12月20号 以及2017年9月7号 提款500万令吉以及150万令吉的现金 而这些细节呢 如果你没有跟进整个案件的审讯的话 你会听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应 不过对案件的审讯来说呢 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说什么时候拿钱 如何拿钱 拿谁的钱 帮谁拿 然后拿给谁 这些都是重要的案情 是这些听起来真的是让人一头雾水 让我们记下听下去哦 虽然山苏呢 他是不知道何时把书包 Bag Sakala带去罗斯玛的住家 不过呢 我们拼拼凑凑那些证据就显示 这个事件呢 是在2017年的9月的时候发生的 他也共称呢 在那之前 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 载送赛迪 把这两个行李箱书包 交给罗斯玛当时的助理 然后去理查 然后根据山苏呢 他是在2016年的某一天 载送赛迪阿邦 跟一名名为辣沙的朋友 先到第一商场 购买两个行李箱 再把行李箱 带到去吉隆坡的Maybank分行 他说两个人呢 把两个行李箱 带到去银行的时候 看起来是空的 不过两个人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呢 那个行李箱 就看起来相当沉重了哈 可是呢 他不知道行李箱里面 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呢 对照阿斯玛 昨天的证词呢 行李箱里面呢 看起来应该就是装有 每张100令吉的 500万令吉现款 罗斯玛在这个贪腐案当中呢 面对收紧 就把holding公司 董事经理赛迪阿邦的贿赂 抵触了反贪污法令的 三项控装 但是他皆否认有罪 而这次的审讯 除了揭露受贿的一些 案情内容之外呢 也把罗斯玛放在一个 相对负面的一个位置 主控官形容他是一位 性格专横干预政治事务的人 他也掌握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跟有一定的这个能力 同时昨天的审讯当中呢 也揭露首相办公厅 接到指示要设立一个 名为马来西亚第一夫人办公室 FLOM简称FLOM的这个工作室 后来呢就引起争议 因为谁才是第一夫人呢 是首相夫人呢 还是国家元首夫人 而这个FLOM的名字呢 后来也改名为特别主 就是Bahagian Kars 而这则新闻呢 今天成为Britaharian 跟NSD的这个封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还有的就是这个了 那么我相信接下来的 罗斯玛案件的这些审讯的 一些内容 一些惊人的一些揭露呢 也会陆陆续续登上 报纸的封面 特别是马来报 跟英文报的封面 是那究竟这个案件呢 会持续发展的如何 我们会持续的为你更新 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会再带你更新 另一则消息 回扣没有进个人口袋 不算贿赂 你认同吗 欢迎你继续留守 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敏 我是之风 是那亚航集团两位高层 卷入空中巴士贿赂案 不过呢 首相马哈迪就认为 亚航在飞机天扣中 获得回扣 并不算是一种受贿的行为 他说只要那笔回扣 不是落入个人的口袋 就不构成贿赂 然后他也有听闻 亚航卷入贪污的指控 可是他不敢下定论 不过当政府采购任何设备时 他们通常都会要求回扣 这是亚航卷入这个受贿案 自上个星期六爆发之后呢 敦马第一次回应这个课题 他的看法观点其实非常简单 就说只要不是进入我自己的口袋 我自己的pocket的话 就可以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这只是敦马 个人的观点 并非法律的权势 这里要特别强调 那么关于贪腐的指控呢 还是要回到执法机构的调查 以及司法机构的审讯 而这当中呢 它涉及到警方啊 反贪会证券监督委员会 SE等等 只有法庭才能够裁定跟宣判 到底亚航的两位高层 是否有涉及贪污 或者有没有接受贿赂 不是首相 或者是其他的政治领袖 是那敦马呢就举例说 例如我们买飞机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求回扣 至于回扣是不是一种贿赂 就看你如何决定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 政府呢是不会买贵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 如果他们拿到的钱 不是进入自己的口袋 而是另做他用 那就只是一笔回扣 而不是汇款 这是敦马自己的想法 那么英国媒体电讯办 早前的报导就不点名的指控 亚航及亚航长城向空中巴士 购买180架飞机的过程当中呢 这两家公司的两名行政人员 他处理的非常好 并没有直接点名 而是以AAA1跟AAA2 就是AAA Executive 1跟Executive 2 来表示他们两人的这个身份 他就说这两人呢 因为购买飞机而获得了好处 而这些所谓的好处呢 则是通过不正当的付款方式来取得 反弹会也证实了这个事情 并表示将会与英国的执法当局 保持联系找手调查 而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呢 也承诺会调查这个指控 是 那亚航集团方面呢 他们是否认了涉嫌任何的舞弊行为 并表明乐意配合反弹会 做进一步的调查 那稍后呢 亚航两名的联合创办人 东尼菲南德斯跟卡马鲁丁宣布 卸下执行长跟执行主席职位 长达两个月 或其他公司认为更合适的期限 他们将接受董事会的内部调查 那么这一项贪腐的指控呢 使得两家航空公司的股价暴跌 市值曾经在短短的一天内 蒸发就是不见掉了 大概5亿令吉 那么对于刚才有提到的 敦马的这些解释跟观点呢 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在企业的交易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出现在种底藏的交易 就是offset的做法 那么只要不进入本身的口袋的话 就不构成贿赂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辩论的一个问题跟课题 不过呢 最终的决定还是要回到法庭 由法官来裁定 根据法令来做出一个判决 而这个案件除了涉及刚才有提到的 那两位高层 就是东尼菲南德斯跟卡马鲁丁之外呢 那么一些的这些财经观察员呢 也把亚航长城主席 就是拉菲达的名字 成为大家应该要关注的一个点 把这个东西给提出来 但是这事情背后我们所掌握 媒体所掌握的真相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块 相信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发学 那么等当局的这些完成调查 进入法庭的审讯阶段之后呢 会有更多的细节暴露出来 或者是英国当局陆陆续续 把更多的资讯释放出来的话 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面貌 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如果你对于企业当中 offset究竟会不会构成贿赂的话 你对这个课题有想法的话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后我们可能在下班有话题的时候 就可以请志峰我们上来一起讨论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